一类线纪念大臣至圣孔子 2570年的诞辰 今天早上6点在宜兰市的孔庙 举办聚孔典礼 由县长林姿庙担任正县官 依照传统古礼 向至圣先师献上最崇敬的敬意 同时也期待所有的教师们 可以效法孔子精神 并祝全县的教师 教师姐快乐 宜蘭县纪念大臣至圣先师孔子 2570年诞辰师殿典礼 今天上午6点10分在宜蘭市孔庙举行 在宜蘭高山国乐社悠扬古乐生 以及力行国小六亿五中 依照古礼来进行 典礼由县长林姿庙担任正县官 教育处长王宏祥担任旧宜官 以及市农工商等各界代表担任分县官 县长表示 今天是孔子诞成同时也是教师节 教师平时遵循孔子有教务类的精神 用心指导学生 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他也衷心祝福县内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典礼结束 依照往例 由县长亲自自证智慧高 象征给民众长智慧 吸引县民大牌长龙来领取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OK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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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PC